关心大法官判定了国会改革法违宪 原本立院是可以邀请总统来国情报告 现在变成违宪之后 只能够等总统主动到立院报告 甚至还有民营党立委说 这一党不行是同一权 可以经由宪法法庭来解散政党 连前民营党立委都炮轰 这根本是学习特勒狗独裁怒呛 要宪法法庭先自行解散 大法官判定国会改革法违宪 影响有多大 原本规定四分之一以上的立委提议 就可以邀请总统到立院做国情报告 如今变成违宪 换言之除非总统主动要来 否则立院被认定完全无权 总统要来报告立法院可不可以不接受 立法院邀请总统报告 总统可不可以不接受 现在十五条之后 第一项已经违宪了 已经没有案可及了 查并案的两个调查委员会 包括超私臭蛋以及禁电视案 立刻失效 国外多国立法禁止官员说谎或藐视国会 而且国会也享有调查权 但我国反其道而行 大法官说这是违宪 就连前立委都看不下去 我在立法院待了十年 我从来没有听过 委员会不能行使调查权 你凭什么做这个解释 你是谁 这种话你说得出口 你丢不丢脸 你有没有良心 真是可怕 让你当了大法官 你就堕落成这样 这个没有名义的大法官 本来就是为所欲为 他从在废实的解释出来以后 这些大法官就已经几乎一点公信力都没有了 我们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没有监督权 没有调查权 这次的大法官就是为一个四十%的总统 在量身定做成大总统 量身定做成一个大怪物 宪法法庭甚至说 立院不能因为委员会不审查 就不行使人事同意权 不料有立委邱志伟 竟然自己当起了大法官 说如果政党违宪 是不是可以把政党强制解散 我们邱志伟真是疯了 你做出了当年希特勒要做的事情 希特勒当年就是用国安的理由解散共产党 你要解散一个多数党 我的天啊 他还嫌我们台湾不够乱 你宪法法庭自创法律 本身就已经违宪了 你自己先解散吧 还要判别人违宪 笑死人啊 这就是霸王条款 霸王的心态 少数执政今天还这么气呀呀 大法官视线引发争议 民进党还想变本加厉 自行扩大解释 到底谁在回线乱政 百姓看的一清二楚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大家来看到 民进党现在视线是已经上瘾了吗 那么民进党立委邱志伟 提案修反渗透法 只要呢国安有疑虑 就可以申请宪政法庭 解散政党 对此国民党立委 洪孟凯怒劈劈落 难道不是绿色政党 就要斩草除根吗 还有委员李恩秀也说 网络上要进行市民党 不想听的言论交移送法办 根本是民主独裁 你不是绿色的颜色 你不是原谅的颜色 你就跟我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所以我就要把你口诛笔伐 把你赶尽杀绝 把你斩草除根 为什么突然间 民进党的委员 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 荒谬的一个法案的修法 即便是现在还没有删读通过 即便现在还没有进入委员会 我觉得光有这个念头 你就已经是 根本是划天下之大忌了 更何况是你 如果说真的提出这样的修法 到最后要不要来审查 那审查的时候 我都想问当初建党 创党的民进党 那些元老 看到你的徒子徒孙 提出这样的法案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非常痛心跟非常残酷 因为当时创党 民进党的大佬们 你们的心情主张立场 以及你的核心价值 不就是认为说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 你看不惯 你不希望有一个只是一点长的声音 你不希望只是独裁的一个状况 所以希望可以多元政党 大家把自己的价值给展现出来 没想到到2024年之后 居然有执政的民进党 是要消灭其他不同的声音 这些都并不是违言耸听 而是在网路上的现在进行事 过去媒体讲民进党不想听的事情 就直接关电视台 民众发表民进党不想听的言论 就移送法办杀鸡儆猴 赴中国大陆交流 就祭出反圣斗法的大旗 现在赖清德政府更夸张 根本就是民主的独裁 根本就是太上皇帝 在一党只要批评民进党 就是轻松卖台 就是违宪的政党 就是认知作战 民进党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不断的透过政治斗争 撕裂台湾 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 但是真正受到伤害的 还是全台湾2350万人民的团结 再来看到是宪法法庭 针对了国会改革的修法 判决部分违宪 立法院秘书长周恩来认为 大法官已经过大限缩立法权 不但总统可以不需要国庆报告 甚至民进党还要修法限制 避免举手表决的混乱情况 委员王威就质疑了 根本是要瘫痪意识 立委习农记也认为 绿色大法官的视线 可能已经让总统 变成个超级大怪物 透过大法官把他修成超级大怪物 然后限缩了所有立法院的职权 让行政权独大 变成超级大总统 现在总统也不必来 现在来就是 我高院来 来不高院来 你能拿我如何 就变成他爱来不来 我想作秀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来 我不来你邀请 你没有权利邀请我 你叫我来 我不一定要来 自从死刑 废除死刑的 宪法解释出来以后 这些大法官是 一点公信力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在作建自己 真的非常离谱 你可以看到 几乎全部都违宪了 但是在宪法法庭里面 针对就是我们举手表决的部分 也就是程序的部分 事实上是核宪的 你可以看到 已经是一片绿油油的大法官 在这种绿到出之的 这个大法官里面 他们仍然认为 我们整个的程序 也就是举手表决是核线 民进党的这个委员 李博弈吧 还要来修一个法 说这个 以后举手表决呢 是必须呢 就是要双 就是各政党合议 就是大家 就是我们要举手表决 还要来问民进党愿不愿意 请问一下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为什么不 请问一下 你举手表决要 大家都同意 那我们如果按理表决 要不要大家都同意啊 是不是 这个你如果 这不就是 多此一举 而多此一举 也不过是代表 你们就是怕 这个就是举手表决 原因就是 你想要瘫痪意识 让你更容易去瘫痪意识而已 好再看到 新国会智库公布 第二部的死刑民调 当中64.9%的民众 并不支持立法院配合大法官的视线 修法提高死刑门槛 有67.9%的民众 反对立法院通过 支持FACE的大法官人士 就连绿营的支持者 在这两项的民调 都是超过半数的反对 国民党立委 罗志强认为 这是民众给这些 支持FACE的大法官 一记响亮的耳光 民众并不接受FACE 立法院应不应该修法配合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民调数据非常清楚 认为立法委员应该修法配合的 只有24.3% 那么认为立法委员 立法院不应该配合修法的是64.9% 大法官提名 就是支持FACE这些大法官提名 同意的是 希望立法院委员在同意票上 同意的是22.7% 反对的是67.9% 认为立法院要修法 提高实习门槛的 支持民进党的选民 也只有34.0%支持要修法 有54.1%超过半数 也反对立法院要配合修法 提高实习门槛 新立坡大法官提名的部分 民进党的支持者 也只有37.4%同意 那么有51.5% 也反对这一波 这个新立坡大法官的提名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 数据可以看出来 年轻人或者是民进党支持者 这个算是比较对民进党友善的 这些人 他们对这两项议案 显然都没有站在民进党 或者是大法官这边 所以民众透过这个民调 告诉立法委员 告诉索尔的立委 不允许你们当大法官实质废实的帮凶 这是民众对立法院释出的一个清楚的讯息 也是对大法官给的一个响亮的耳光 大法官的实质废实判决 抱歉 人民不接受 由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来配合大法官 做所谓的死刑门槛的调高 第二个 也就是人民也透过这个民调里面 来告诉大家 我们反对废除死刑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 主张废除死刑 来担任新任的大法官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北下 国富雷 北下 北下 国富雷 都den 北下 都den